有這樣子的老師 願意上課嗎? 學考 哈囉 老大 我跟妳說一下 吵一下吵一下 有這樣子的老師 願意上課嗎? 學考 這樣怎麼上課 這樣怎麼上課吧 今天呢我是 第一次要來當老師 確定耶 所以妳今天到底要教什麼 今天要來教大家 怎麼做一套自己的衣服 對 老師還是要有點 自己的Style吧 對對對 我今天不是去什麼大學 什麼高中什麼教課的 我今天想要教國小小朋友 會亂教老師 從小培養美感 我剛剛換 換我原本 欸 你不要跳 因為我們這次拍攝 是受到了 一起夢想的 購藝協會邀請 然後他們幫我們 媒合到深坑的 新北市 喜樂關懷協會 然後裡面有 非常非常多小朋友 你知道我那時候會來參加 是因為我生完小孩子的時候 其實對小朋友的東西 就開始會比較 在乎跟重視 我不知道今天會不會遇到 但是有些小孩子是那種 爸爸媽媽離婚了 但我覺得離婚沒什麼 小孩子其實你 照顧好他 其實是大人之間感情的事情 可是有些人是離婚 然後各自交了男女朋友了 小孩子就丟著不管 變成說 給阿公阿嬤去照顧啊 就很有可能會造成 一家會拍照嗎 不會 但你確定你還要這樣子 老師趕快換衣服 我們要趕快過去 真的是買了超級熱 這戴真的很重 我還特別去買 兒童專用的彩繪餅 還買了一大堆東西要送這樣 來出發GOGO 我們現在在他們的那個協會裡面 有一個叫做小康 聽不聽嗎 今天呢就是 水果姐姐上線 你猜我什麼水果 沒有 你怎麼吃的喔 水果嗎 對啊你怎麼吃喔 我吃嗎 你怎麼吃 你怎麼吃 除了這個協會的豬老師之外呢 還有我的好夥伴啊 有 嗨 哈哈哈 然後還有這個 我真恰的 文鞋 很帥喔 雖然沒有超級薄辣老師 你叫我吃的嗎 嗨 那是 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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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叫這是什麼嗎 超難的 對 我們每次拿這個出來都很強的 有沒有很強的啊 我送給你吧 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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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以特別 今天可以特別 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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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原本想像的小朋友就是玩的 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但事實上就是呢 有小朋友會跟你玩沒錯 但有小朋友他就很冥想 那時候你就會想說應該還好吧 就努力一下就好啦 但事實上就是你真的很努力 但是他就是一直碰壁啊 你就會覺得很灰心 然後外表還要笑心心的 接下來我們要幹嘛幹嘛 你知道這就是天人交戰嗎 我們現在呢先帶大家唱首歌 如果你開心的就拍拍手 今天好開心要幹嘛 拍拍手 所以我們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we close your head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we close your head 拍手 這其實蠻難的耶 因為畢竟他們就第一次見到你 只能就是把關注啊 偶爾放在他的身上 然後他就知道我心裡其實有你的喔 那你現在很害羞沒關係 如果你想要玩想要加入 隨時我都會在這邊 你不要擔心 可是有這種心態的時候已經是 所以課程快要到結束的時候了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we close your head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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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就只有一個人 如果妹妹在換一箱就沒幹嘛 把妹妹換在椅子上 就可以一直跟她 那我們在換一箱 妹妹是女的 好不好 這樣你們就可以自在在一起了 現在遇到一個難題 有一個小朋友 感覺他很想玩 想加入 可是他又有點害羞 不知道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我要努力 可能任何事都是水風水水的 流連姊姊的 但他超微流連姊姊的 還是有點挫折 但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些小朋友他們超會畫畫的耶 就是拿我在小學生的時候 比較真的 他真的很會畫畫 好厲害喔 然後有的小朋友也很可愛 就是想要安全感 就躲在桌子下面畫畫 然後有的小朋友就是用那種小大人的表情 然後跟你聊那些宮廟門話 這是造福王爺嗎 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綠綠綠姐姐 我是全龍鷹 你是不是神奇寶水帽 耶 我這也很多人 今天穿的是我的彩虹 我這也是我 它是電視的 就是 現在是新鮮 我是林小怪 今天要來一名小動物 大家好 我叫 我今天衣服的名字叫 魔法水果 最有印象的是跟幾個小朋友 就在最後稍微聊聊 真的很心疼 因為那些小朋友呢 他們就是用稚嫩的臉龐 然後告訴你好像是別人家的故事 可能像什麼 兩歲啊 然後聽到爸媽媽吵架大聲 到把他吵醒 又或者是可能動手動腳 我覺得影片中我們可能沒有辦法講 這麼詳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只是那些很drama的經歷 就是他們就是看在眼裡 就會覺得很難受 就問他說 那你們的夢想是什麼 我做很多的就是 一直想要 那我還是蠻喝的 這一次我其實有發現 我媽媽很蠻超級的 那他們不是離婚嗎 真的 就結婚了然後又 離開 離就是離開的意思 換就是結婚離開 嗯 那姐姐跟你說 離婚啊 就只是他們 大人之間的事情 需要去處理 那可能沒有辦法處理了 所以他們需要換另外一種方式生活 你看現在有的家庭喔 是男生跟男生喔 然後他們還有小孩子 也有女生跟女生 然後也有小孩子 所以我跟家庭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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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婚 不是你造成的 也不是 你的錯 可能沒有辦法就是 再回去 但是我還是很累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要 準備接觸兒福相關的時候啊 然後台灣一起夢想公益協會 他們就來信給我嘛 然後又幫我美和道深坑這一間 偽行社府 像現在有很多不同種的家庭嘛 單親啊 或者是雙親家庭的 因為他很辛苦嘛 沒有辦法照顧小朋友 又或者是隔代教養 等等的狀況 那這時候就真的很感謝這種 社府單位 非常有熱忱 跟愛 在台灣的一小腳 默默的在為這些孩子們做努力 你知道他們的工作時長喔 喔 超過9個小時 我真的好累喔 然後這一位呢 是這邊負責的老師 朱老師 我覺得你真的 好酷欸 雖然他們後面都有一段故事 可是我覺得小朋友都蠻正向的 去看待他自己的故事 就講得很輕描 但其實我聽起來其實有的時候覺得很很難過 是這些原因所以想要讓你做這一行 因為我其實自己也算是小時候有被這樣陪伴 所以我長大後很想要也陪伴在他們的身上 都可以來這邊陪伴他們 那是因為我時間比較彈性嘛 那有些人是上班族啊 可能沒有辦法來這邊的話呢 他們又想幫助小朋友要怎麼去幫忙 可以透過一起夢想 他們有了定期訂閲的專案 那可以可能每個月五百三百 或一千用這樣的方式來支持 那些很微型的社府單位 那這次真的很感謝你們 如果之後有機會我也會再過來陪伴他們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並在底下給我說一下 你們身邊有沒有也是這種 需要特別陪伴的小朋友 那歡迎在底下跟我們留言分享喔 記得按讚小鈴鐺 跟朋友分享掰掰 掰掰